三 三 四 好 恭喜 好 恭喜 好 恭喜 畫面現場是內湖區周美里 籌劃辦理的獎學金頒發活動 今年共頒發給 三百多位學子 頒發對象從國小學生 到博士生都有 鼓勵同學們努力上學 今年要頒發的 有國小組有153位 國中組 大學組是34位 高中組是41位 大學組要頒發的 90位 碩士有7位 博士有2位 國小和國中 的獎學金 分別頒發的是500元 高中以上 高中就是2000元 大學2000元 碩士是2000元 那博士頒呢 我們頒發的獎金是3000元 那今天很榮幸 在這個機會呢 來頒發頒證 我們的學區孩子的獎學金 那我特別感謝我們的里長 非常認真 募集資源 來鼓勵我們社區的孩子們 能夠學習成長 那真的孩子們呢 鼓勵不嫌多 有更多的一個鼓勵呢 可以肯定孩子們 學習的表現 所以我特別感謝我們的里長呢 能夠很認真的去贓募資源 然後提供這樣的資源 幫助我們學區的孩子們 能夠在學習的途中 有那麼多的鼓勵的愛心 相信孩子們會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學習 更加成長 今天來的非常的踴躍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我們做好了所有的防疫的措施 請各位家長放心 在這裡要感謝我們周伟莊 心安宮所有的委員的支持 讓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能夠很順利的舉辦圓滿 那我們今年總共頒發的是327位 從第一年的是90位 第二年196位 第三年去年是頒發的是257位 今年是327位 所以我們周美里呢 大家對於孩子的學習 是非常的關心 也非常的重視 那特別要感謝我們周伟莊 信安宮所有委員的支持 讓我們這個正向的能量 在周美里能夠一直擴散 充滿整個社區 讓愛與關懷 還有呢互助的精神呢 在我們周美里充滿整個社區 在這裡我們感謝我們所有的委員 的支持 恭喜五位同學 高中組獲得獎學金是2000元 高中要拿到這個成績很不容易 周美里的這個獎助學金 大概是從秋林里長上任到現在 三年都有在發 那他是募集了這個社區的很多相關的資源 包括旁邊的分化爐回饋金 還有這個新安宮的一些贊助 然後還有周圍企業家的一些捐助 那每一年從一百多個兩百多個 到今年已經發到三百多個 那當然金額不大啦 但是對於說很多小朋友來說 他每年都很期待說 今年是不是我可以領到這個獎學金 那當然就是小朋友 有這種激勵的作用的時候 他讀書會讀得比較有快樂 比較有榮譽感 對 因為一般的獎學金 可能我們知道是頒發給清寒 或是比較低年級的 那因為中美里的這個里長 他就覺得說金額不大 但我們希望說所有還在學的 不管是年輕人也好 或是小朋友也好 他都會感受到里裡面 對他的在意跟這個關心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啦 金額很小 可是大家都很開心 對 除了從內湖焚化爐回饋金 來支印獎學金之外 里長相當感謝 還有很多善心人士與單位 支持捐贈獎學金 一起來鼓勵學子 我們獎學金呢 所有的支出呢 以及所有的這個來源 經費的來源 我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我們是從我們內湖焚化爐回饋金 來支印十萬元 其他呢還有幾十萬 各位知道從哪裡來呢 都是很多善心人士的捐贈 希望我們這個非常 一直以來被漠視的社區 能夠興旺起來 所以呢就是我們獲得了 保雅建設公司贊助五萬元 另外張奕華女士呢贊助三萬元 我們退休的老師 李玉英李老師呢贊助一萬元 另外我們有位領長呢李淑慧呢贊助一萬元 另外我們有個慈濟師姐 慈濟的委員 吳淑芳 吳師姐贊助兩萬元 那其他呢不夠的 全部都是由我們 新安宮土地公廟的這個香油錢來支印 所以在這裡要感謝所有的善性人士的幫忙 讓我們這個正向的這個能量能夠持續 包括里長到里內的志工 及周伟莊新安宮的委員們 大家全員出動 從報道引導到頒發的流程 大家分工合作為學生和家長們來服務 透過獎學金的頒發 鼓勵學子們努力上學 挑戰未來 朝人生的目標邁進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